大家好,欢迎来到维珍会客室,这里有杰克与小花,不是杰克与豌豆,我是小花,杰克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好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杰克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你自己,你的信仰跟学习音乐的背景,以及你什么时候开始在教会带领音乐敬拜 其实我和大部分教会的主领一样,我就是一个喜爱用音乐来表达对主的赞美与称颂的一个人 那小时候就跟着儿童主日学一同献诗,然后渐渐就在教会开始私情 然后慢慢在青少年时期就参与敬拜的服饰 哇,所以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作为一个音乐敬拜的主领,你通常是怎么样子选歌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敬拜主领,当我建构我的歌单的时候 我会从两个方面去考量这首诗歌适合还是不适合 一个是从歌词,看歌词是否连贯的起来 第二个就是从歌曲的调性跟曲风 好像现代的敬拜赞美的特色就是串歌,对不对 那好像很多主领喜欢把一些歌就串成一个歌单 你可不可以就这一方面,尤其是这是所谓的敬拜赞美的特色这样子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到底是在串歌单 还是为了什么原因要这样子来串歌呢? 其实很多时候主领大概会把相近的歌曲作为一个主曲 来诠释这些歌,但是我知道很多时候主领们 他习惯把自己喜欢的歌就串成一个歌单 但如果这些歌曲本身它的主题不一 或者是它的称谓的主词,代名词不一致 有的是他,有的是你 那其实这些硬是把它串起来 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完整地表达这首歌 在曲风上面也没有办法连贯 那感觉像我们在开车好像一直碰上黄灯,红灯 要一直走走停停 而我所知道大部分华人教会所给予 敬拜主领的时间其实都非常的短 那主领需要很有技巧地去帮助会众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专注在诗歌敬拜上 因此我觉得建构一个好的歌单就非常的重要 哇,杰克你刚刚已经给我们提到好几个重点 你提到一件事就是串起来并不是为了串歌 而是为了贯联 不是为了要去串歌而已 你提到说有一些歌其实主词代名词 有时候是你,有时候是他,有时候是我 那还有就是曲风也不连贯 所以看起来就是照理来说 我们在选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连贯 而不是连串而已,对不对 那真的是有时候到底是在对神 现在神在在我面前 哦,主啊,你真伟大吗 还是我们怎么样在对神 正在颂唱或者祷告中 那你认为就是说 这个连贯呢 不仅是这个诗歌之间歌词主题调性的连贯 会不会还是应该要考虑 跟那天的讲道信息的主题也要连贯 诗歌敬拜的主题的选择 是不是应该要去配合当天的讲道信息 你的看法呢 如果当天的诗歌敬拜跟讲道的主题是一字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 但有时候有些教会的牧者 他如果事先先把讲道的题目跟经文给主领 然后主领就有一个规范可以去选歌 但有些教会可能没有这样的机制 而且牧者他其实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或是他讲道题目经文 其实是到最后一两天才出来 那敬拜主领真的只有靠圣灵来带领了 是 我自己也是一个讲道者 讲员 我通常会鼓励教会尽量 你可以在一个月前 其实我鼓励一个月前 其实你就应该可以跟这个讲员 要你的讲题跟这个经文 可以帮助其实敬拜同工 因为敬拜同工更好的去预备嘛 这样子 我自己跟杰克个人的看法也一样 如果能够至少有一首两首 能够有跟这个讲道主题的铺陈 都是很好的 甚至有一些我们所知道 就是像有一些对于音乐师哥 他们很熟的一些音乐敬拜主领 他可能就可以有更丰富的想法 让整组的选歌音乐敬拜 都能够很好的去帮助人 预备心去进入听 预备要进入听道嘛 照理来说应该是这个功能 这样子 那我们维珍其实每一个月 我们在帮助小教会 在整理这些音乐敬拜 每一组这个音乐敬拜 我们在预备的时候 很多主领其实都有去思考 就是怎么样带领人 要进到神面前 然后预备心 到下一个阶段 听道的一个预备这样子 预备好心 所以就请杰克 你就从1月17号 你所带领的这一组的音乐敬拜 就是你选了三首歌吧 那你怎么选这三首歌的 其实这次三首歌 第一首歌是 愿你荣耀金降临 是一首翻译的诗歌 是David Lewis所写的 第二首诗歌是 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 是一首韩文翻译的诗歌 那第三首诗歌 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是赞美之泉的江天敞开 那这三首诗歌 其实它的调性是一样 都是G 那三首诗歌 也都有一个同样的要字 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词 就是荣耀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先有感动 想到荣耀这个主题 还是就是说你在祷告中 你看到荣耀 你想到荣耀这个主题 然后你就开始选这三首诗歌吗 其实会蛮自然 因为当我先有了 其中一首歌之后 我就会开始想说 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意境 到底这首诗歌 我怎么样可以从这首诗歌 跟另外一首诗歌 一起将整个 我的歌单建构起来 其实我并不是一首一首歌来看 我是将整个敬拜的时段 这15分钟或20分钟 看成是一阵的图画 而我是从这样来发展 哇 好棒的想法 那可是我就问你 你刚刚提到15或20分钟 我们现在好像经常就是三首歌 四首歌 那现在的音乐敬拜的长度 可能15分钟 20分钟 现在音乐敬拜的这种时间的长度 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子的 我身边的朋友 大概40岁以下的 他会觉得30分钟是一个基本盘 但是普遍目前我知道 有些教会因为年长者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最多15分钟 可能到20分钟 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40岁以下 我所认识的 他们会觉得说 15分钟的敬拜真的太短 我还没有进入状况 好像又被迫要cut掉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会 根据教会的会众 然后牧者长职 他们去决定的一个长度 所以其实跟教会的一些传统有关 不过刚刚Jack你讲 你说那个40岁以下 那我这个代表40岁以上的人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有些人觉得这个经本好长了 好像你们就是在那里 重复一些什么副歌啦 乔顿啦 唱得好像你们在台上很开心啊 我们都已经听到要糊掉了 这样子 那我们都不 如果没跟上去这样子 有时候就会觉得 好像好长这个敬拜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提到有人 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年长的人 可能会觉得太久了 因为现在的敬拜战牌都要大家站起来嘛 时间好长了 那他们可能站不久了 不习惯了 怎么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刚刚Jack讲的就是 教会的传统 教会怎么教导 长职们怎么带领 的确有关系 很多年前我在那个 芝加哥的 Widdle Creek Church 我在聚会的时候 那他们当然就是 当时就是那种 比较现代敬拜赞美 有一个主任呢 我的旁边有个空尾 有一个看起来就是 80岁以上 白发苍苍还 组着拐杖的老太太 白人老太太 就走到我旁边 然后就坐下来 就他坐下来以后呢 我就想到哇等一下 进班他大概不会站起来 结果没想到 因为一开始呢 他真的就这样子很 扶着椅子 然后撑起他的身体 就站起来 而且他很开心的 跟着这样拍掌拍手 打拍子 好开心的跟着唱 所以我就在想 这就是教会怎么教导 怎么带领 我想就会有 不一样的想法 那有些人他觉得 他不习惯 他就不喜欢这样 不知道杰克你是不是 有这种感触 没错 我觉得其实跟很多人 在教会成长的背景 有关系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是 敬拜团队需要花时间 需要花时间去建构歌单 需要去练习 但如果敬拜团队 没有先下这个功夫的话 很多时候主日就是 主日前草草练习 草草上台 那当然会众会觉得说 你的敬拜好像你的技巧 或者是你诠释的方式 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你并没有花时间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会众是听得出来 倘若敬拜团队愿意多走一里路 我觉得其实 会众是愿意跟着你进入这样敬拜 是享受敬拜 而不是忍受敬拜 是说得好 Jack我其实非常同意 我自己在带领一些音乐敬拜的讲座 我先讲我不是什么音乐敬拜的专家 我是一个对于整个敬拜的礼仪 在神学圣经上面有一点兴趣的人 那我其实我自己也是像Jack讲 我自己在敬拜中 我可以感受到那整个敬拜的团员 他们花时间去练习跟祷告 所以后来我都会勉励说 你今天上台带15分钟敬拜 你可不可以在台下 你至少是两倍或三倍以上的时间去祷告 去预备去练习 因为会众一定会跟你一样 是在圣灵里面有同感 我觉得真正好的写的诗歌到好的 好的诗歌到好的音乐敬拜带领到好的会众 那真的是深渊与深渊相应和 会是一场很棒的树林圣宴 会让人真的是到神面前要来敬拜 朝见神敬拜神 非常谢谢刚刚杰克在我们谈到这个敬拜长度 那我觉得可能还有很多离路要走 对不对 因为教会还是不太习惯 尤其有一些长辈的确不习惯太长 那我们再谈一下就是第一次 我觉得Jack刚刚讲到一句话是非常好的 他说其实跟你的经验有关系 没有错 你兴趣的时候都在唱小调 或者你信主的时候都敬拜赞美 那你信主的时候都是圣诗 那你就会觉得那个才是诗歌 或者习惯唱那种诗歌 我觉得音乐敬拜的确是有个人的背景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Jack你所选的这三首诗歌里面 前面两首刚好都是在90到2000年这段时间 那第三首那个赞美之权的那个 江天敞开就是属于这个2012年的 那你觉得像1990到2000年这段时间的诗歌 有什么特色 我觉得那时候的诗歌其实都是以 可慕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为主 那我觉得跟当时教会的复兴运动有关 其实在巴黎年代好像有所谓第三波灵恩运动 或者是Sign and Wonder Movement 那其实在那一段期间所写的诗歌 都比较多专注在与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上面 那也会常常提到神的恩高这个字 所以其实那一段期间 华人教会所熟悉的翻译诗歌 大部分都是从Vinia 或者是Marinasa 或是韩国的万国敬拜与赞美而来 的确是我印象中也是 就是90年代到2000年之间 我们大概都知道 就是属于这个现代敬拜赞美 大概达到了一个高峰 那个时候很多Mega Church 从80到90就建立起来 那这些教会最大的特色 就是很多的这样子带领人 想要在灵力可慕神的这一类的诗歌 的确特别多 还有那段时间的确因为 一些教会的兴旺 我特别记得就是韩国教会的兴旺 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的人来到台湾 他们想要到中国宣教 所以那段时间的确是有一波 比较强的那种 也有人觉得是比较灵恩一点的 但是也是比较强的一些 可慕圣灵的 可慕感动的 那那个时候我觉得 对一些传统教会的确有一些 有一些波动 但那段时间的确这些诗歌是比较多一些 属于想要去可慕神的 那我们现在谈一谈就是 第一首诗歌 你为什么会选这一首 就是愿你荣耀金降临 那你认为通常敬拜开始的第一首诗歌 应该是什么样的诗歌 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的第一首歌 愿你荣耀金降临 其实我觉得在我这一辈 大概四十岁到六十岁的会众 其实对这首诗歌不会太陌生 因为这首诗歌的副歌 叙述了神的百姓对主的同在 主的荣耀的可慕 而在这段期间 不论是政治 经济或者是疫情 其实都让大家觉得是一个 动荡不安的时刻 而我觉得这首诗歌的副歌 格外的贴切 愿你荣耀金降临这里 让他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 我们同心来寻求你的面 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一段期间 基督的群体的一个祷告吧 其实我觉得很好玩的 就是因为 就是你说四十到六十岁的 这一辈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九零年代开始之后 当然就越来越多 比较现代的时刻 那很多教会就开始放弃 比较多的传统盛世 那这个时期的那种动荡不安 其实好像我们现在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感受到 现代的这种动荡不安的感觉 那个好像是一个兴盛的时期 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其实是一个 你看又有这个pandemic 那我们其实常常在一个没落的时期 可是我们好像需要另外一波的 可慕神这样子 那我刚刚问你说 第一首诗歌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 对不起 我们我刚刚说 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我们那个四十到六十岁 或更早的 我们常常敬拜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要一开始宣招 有没有 住在神殿中 这样子 那你觉得像你选这样的诗歌 能不能带进来一种宣招的想法 你觉得呢 其实我觉得敬拜的第一首诗歌 其实就是跟宣招的意义是相同的 是coach worship 是邀请会众来到主面前 邀请会众预备好 开始要来敬拜 那我觉得 但是我这一次并没有按照大家习惯的 用一首快歌进去 我觉得敬拜不是一个方程式 好像我们一定要用两首快歌 然后之后再用两首慢歌 我觉得其实神很荣耀很丰富 而且我们敬拜他也不应该 好像是被局限在 我一定要第一首一定要用什么样的诗歌 一定要用G调 一定要用某一类型的诗歌 才能开始敬拜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我选择用这首诗歌 选择用一个祷告 一个基督的群体 一同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可慕祷告开始 是是 所以这首诗歌 你刚刚讲的就愿他的荣耀降临 愿他的香膏充满在这里 那有时候我看诗歌歌词的时候 我就想到神的香膏充满在这里 在讲什么 可是我相信我尽量都想去体贴 体会做词者的心 想要了解他们在唱什么 我相信那个时代的确是 就是说8090年代 那种以林的出版 以林书方的出版 那当时提起有很多新的创作 也都一直出来 就很丰盛 我觉得那段时间的诗歌是很丰盛的一个时期 所以那种可慕的心 我想你想到了那个丰富的时期 蛮好的 然后我的确同意 不需要说一定有一个模式 因为我真的知道神跟每一个时代 音乐也不太一样 然后时代的感动 时代的经历也不太一样 那很想知道就是第一首 你就是有点宣招 愿神的荣耀就降临 然后到第二首 你怎么样会选择 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 这首诗歌呢 其实这首诗歌 韩文翻译的诗歌 我刚开始会认识这首歌 其实是一位我当时在教会 一起服侍的伙伴 他也是一位传道人 他现在全家在南非 担任宣教士的工作 那他在15年前跟我分享 这首歌的时候 是他刚从神学院毕业 那当时毕业典礼 就是说的毕业生走出校门的时候 一同高唱这首诗歌的副歌 那他当他叙述到这首诗歌 当时那个情景的时候 他说就是感觉是回应全职服 是要踏入合场的一个呼召 主的荣耀已经充满在这里 呼召我们在此地站立 让我们扬身赞美一同前进 直到列国万民看见主 他说当时他热泪盈眶 然后久久不能平复自己激动的情绪 是 这首诗歌的确 那天我在现场听 这个大一同工们在唱的时候 我也听得很感动 那种音乐的本身 所建构上去 特别从副歌到最后面 整个建构上去就是很愿意 那我也记得那一天 Jack在待的时候 他就告诉所有的同工说 我们愿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要有行动回应神呢 我们的行动就是 我们要出去让列国看见主 当时我听了就很感动这样子 那我就真的是看到 Jack这个宣教士 传福音者的这个心 那除了这个 我记得你说的这种回应 还有你刚刚提到这两首诗歌 它的调性一致都是G调 那你怎么样子看到这两首诗歌的 衔接的部分 其实两首诗歌都是G调 对于乐手来讲 它们会比较好转换 我们可以发现两首诗歌的副歌 它的和弦其实都是 Descending Baseline 就是它的和弦在转换之间 它是逐渐向低音移动 这也是大部分现在流行 音乐流行歌曲的一个和弦的进程 它的Core Progression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不仔细听 会以为这两首诗歌的副歌 是同一首歌 那这其实也成为一个逐龄 可以去注意及运用的一个元素 那两首诗歌的副歌 其实它有一个 在歌词当中有一个相互辉应的地方 第一首诗歌的副歌一开始说 愿你荣耀今降临这里 到了第二首诗歌的副歌 它说主的荣耀已充满在这里 就是给我的一个图画是 其实表明我们的敬拜不是停滞不前的 而会众是可以在这样的敬拜中 借着歌词的变化去感受到 敬拜是渐进式的 而且是会得到父神回应的 我觉得Jack在这里所提的 可能真的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带敬拜的 如果你是初学敬拜的人 一个很好的参考 很好的意见 也就是说 他让他注意到了这两首诗歌 其实他刚刚就讲 他不是说一首一首歌 他是整个祷告 然后整组的诗歌一起去思考 那包括他刚刚讲的 这个副歌的和弦 和弦怎么样子 能够去运用配搭在一起 的确这两首诗歌 如果你没有注意听 还会觉得真的好像副歌 是同一首诗歌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以去听一下 我们一月十七的敬拜 那还有就是提到歌词 那种呼应的地方 第一首说愿你荣耀今降临 那第二首说主的荣耀已经充满在这里 哇这是一个多么多么清楚的一种宣告 一种很清楚的知道父神在这里了 那我相信音乐敬拜中不再是神在天上 我们在这里 而是神就在这里 跟我们在一起 那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知道父神会回应我们 那我们在敬拜中就不是单单我们单方向的 这样子 所以Jack你第二首歌的那个highlight 你最后又是怎么去处理它呢 这是我特别把第二首诗歌 它的highlight它的重点 放在它的桥段 因为它的桥段其实是一个非常澎湃 它的弦律是非常澎湃的 它的歌词也是 它说至高全能神求你来更新我们 猜浅我们在列邦宣扬你至圣明 好让万国与万民同来敬拜你 全地都要看见至高神荣耀 其实对我来讲 那个是一个非常壮观的画面 当从一开始的敬拜 慧众在那里祷告寻求主的面 愿主的荣耀充满 但是到第二首诗歌的时候 是一同齐心同心的对至高神的回应 高深的赞美 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有在那里单单地等候可目 而是当主真的显明的时候 敬拜是会带出宣教跟福音的行动的 而在这个歌曲的旋律上面 也是充分地表明出 慧众同心的回应 而使得这一段桥段成为整个敬拜的一个highlight 是我觉得Jack又为我们的 如果你是新手敬拜者提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你怎么 我们有时候我刚开完小说的 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只是在重复一些歌唱到 都糊掉了糊掉了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很清楚 今天那天我在现场听这个Jack die的时候 是他最后那里我都很感动 真的你都会想赶快举手 说主我在这里拆遣我去这样子 他说为什么他要highlight桥段 有时候你到底重复在唱什么东西 是为了他刚刚讲的带出那种 要向神当主显明的时候 去向神回应我们要去宣教了 我们要出去了这样子 那你刚刚也讲了这三首诗歌的那种荣耀感 那么讲讲看就是为什么最后一首诗歌 会带进去江天敞开呢 其实这三首诗歌只是我们如果看他的歌词 荣耀这个词不断的出现 那它成为这三首诗歌串联的一个主题 我认为说前面两首慢的诗歌 其实进到江天敞开的时候 是一个celebration 是一个欢庆的诗歌 其实在过去可能主领在学习如何带领敬拜 可能大家都会说我们要先选两首快歌 然后再选两首慢歌 那好像这就是一个不败的一个方程式 那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主领的习惯 但我认为敬拜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 神其实非常的丰富 而且有这么多的诗歌让敬拜主领去选 如果敬拜主领可以常常update自己的歌库 常常多去听 而且多去了解这些歌曲 它就有更多的所谓的武器 或者更多的元素可以运用在敬拜当中 那我觉得敬拜主领当真的能够了解这些诗歌的时候 它就可以真正表达出上帝的那个丰富的美善 所以不一定是一定要两首快两首慢歌 我们也可以慢歌开始 快歌结束 那我觉得江天敞开对我来说是一个会众 长久以来可慕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说是一个丰年祭吧 当会众刚开始来到会堂 一同祷告 祈求神的荣耀降临 到了神呼应 然后神已经显明 然后最后我们其实是在神面前一个欢庆 与天上地下一同欢庆 神的荣耀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带着这样欢欣鼓舞的心 来进入主日崇拜的下一个阶段 一同来聆听信息 是 我觉得Jack在讲到最后一首歌 这个江天敞开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神荣耀已经降临我们应该很开心的 对吧 我们很开心了 你如果真的知道神荣耀在这里 你是很开心的 所以你是天上地下要合一的 所以最后带入这首诗歌这样子 那这首诗歌 其实Jack你也在最后的时候有让他慢下来 你有让他慢下来这样子 那我们就慢慢再把心放下来 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那个敬拜很满足 我们愿意天上满足 我们自己也得满足这样子 所以最后我们的祷告里面 给我敞开一门 我要进去称谢神 真的是像门 神的门打开 那一人都要进去 我们选了诗篇118篇19到20节 作为结束祷告 那最后呢 我觉得刚刚Jack讲到的 说其实一个带领敬拜的人 应该要有他心中的 或者他预备好的一个诗歌库 也就是说你越多的听更多的诗歌 你有更多的诗歌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的敬拜带领会越丰富 对不对Jack 是 你自己就是不断听嘛 一方面是因为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那你就不断听音乐 你会不会习惯于说 不会说只听一种音乐 我的意思是说 OK即使今天是一个摇滚的诗歌 或即使是一个诗歌 你还是会去听听看 就是各种类型的诗歌 这各种genre 不同曲风 不同的形态的歌 你是不是都会去听 我想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他个人的偏好 或者是preference 有些人喜欢像鼓手 背手 他是喜欢听节奏很强的歌 如果你从小学习钢琴 那你可能就会比较 听那些比较轻柔 比较慢的歌 那如果你喜欢 你是学小提琴 大提琴 你可能就喜欢那个 有层次感的歌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局限在说 好像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敬拜 我觉得其实 敬拜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任何genre 或者是任何的这些 这些 任何的曲风 都是可以运用在诗歌敬拜当中 但其实我们需要去仔细看到底 他的歌词在说什么 对 我觉得Jack最后这一点就是 我相信为什么我们一直 Jack跟我还有很多同工 为什么想要做维珍 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可以带领 更多不同丰富类型的音乐 来让大家听见 而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说 音乐是什么样子 是哪一种曲风的问题 而是因为词的本身 是我们的导词 是我们的颂赞 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 那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看中这个部分 我们也都还在学习中 对不对 Jack我们也都还在彼此的学习 研究当中 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 可是我们就是很开心 也想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来 在诗歌的敬拜上面 更多的去学习 互相的切磋 互相的交流 所以这也是维珍一个很大的心愿 就是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帮华人 建立一个音乐的敬拜的诗歌库 能够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歌进来 而且我们可以帮忙过滤 看过这些歌词 这些词的内容这样子 不过最后Jack我讲一件事就是 也是跟听众朋友讲 就是因为我的 我自己喜欢音乐 我不是怎么懂音乐 但是我们家小孩子 虽然学这个古典音乐 但是我们从小 我们什么音乐都听 我们特别喜欢musicals 我们喜欢美国的音乐剧 不止美国啦 就是音乐剧 那我们交响乐音乐剧 什么音乐都听 这就使我们对于音乐的类型 比较不会受局限 所以我觉得 不只是我啦 我相信很多喜爱音乐的人 他们其实不会去觉得 只有什么样的音乐 才是诗歌应该唱的音乐 所以曲风我们都很开放这样子 OK Jack有没有最后想要跟我们的 如果我们的听众是一个敬拜的主领 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 很好的意见 就是他刚开始学习戴敬拜 给他一个小小的 他可以开始学习的一些小的tips好了 这样子 我觉得刚开始主领 其实最困难的就是 怎么样建构你的歌单 那我觉得这个是主领 最遇到的一个蛮大的困难 因为他不知道 什么样的诗歌适合 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式是 让你的主任牧师 或者让教会 遮盖你的牧者知道说 请问你这个礼拜的讲道 或者是当我带的那个礼拜 请问有没有 可不可以提早给我讲道题目 或者经文 我可以好好地去祷告思考 那当主领建构歌单的时候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 不要 可能要先舍弃 自己喜欢的歌 因为很多时候主领会觉得 我这个月听到这首诗歌太棒 我要一定要用它 但它不一定 不一定跟讲道题目 或者是跟教会内计的主题合 那我觉得主领要学习一个是 不一定要在敬拜 带自己喜欢的歌 而是要带于主题 或者是你的歌单相符的歌 这个我们可能下一次 才能够继续跟大家谈 因为很多的主领会觉得 可是我带我喜欢的 我有感觉 我喜欢的 我带起来才比较唱快 比较自在 那他就会觉得 我就想选这首 我唱得很开心 我唱得有感动 有感觉 那我们可能下一集 再来继续谈这个 我们非常谢谢Jack 今天到我们的现场来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有美好的一周 我们向你求胜 祝福大家 谢谢Jack 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